禮賓府開放日由於有網民號召去到抗議水貨下 警方加派警力戒備 行政長官梁振英兩道步出花園同市民握手 部分人戴黃色的傘又或者是示威物品入場 不過全部被拒 更加有人被警方抬走 陳婉庸報導 禮賓府早10點開放 有網民聲稱帶同大量的用品拖劫 入去模仿水貨下分貨 警方加派幾百個警員加強戒備 所有參觀的市民都要經過安檢 有市民帶黃傘和黃色標語入場 被民安隊員阻止 被警員帶走 人民力量成員譚德志 就帶同我要真普選的輝春被他進入 他一定要我帶 他一定要我擠低 我已經願意擠低 願意擠低都不讓我進去 有甚麼道理 你再停留我開局 你聽不聽到 他之後將輝春貼在禮賓府外面 被警員阻止 亦有市民進入禮賓府後被警員抬走 有帶同黃傘的市民 就成功進入禮賓府展示標語 他們很隨便打開拉鍊 然後就三塊拉鍊叫我離開 我不知道有甚麼帶不帶 趙祖、梁俊英和太太同青兒 罕有感一度步出花園 由保安部送之下和市民押走 不過全程沒有回應過記者提問 逗留十分鐘就回主樓 而到了下午大約五點 梁振英再度步出花園見市民 看著左邊,小心小心慢慢探 小心一個範圍 看著左邊 有參觀的市民就說 尊重其他人表達意見的自由 來之前有點擔心 但來到之後好很多 政態可能是穿衣服或者鐵輝春 我覺得這些都不會很暴力的 合法情況都可以接受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說 一些激進的人士以反水放客為名 去禮賓府騷擾欣賞杜堅花活動 行為應該受到社會譴責 雅刀電視機即將請英文報導